在一个美丽的小村庄里,住着一个名叫李明的年轻人。 李明从小就有一个梦想,那就是成为一名音乐家。 村里的人们对他的梦想都感到疑惑, 毕竟他们认为音乐家这个职业遥不可及。 李明的家人希望他走一条更稳妥的路, 比如成为一名教师或农民。 尽管如此,李明并没有放弃。 他每天清晨都会到村外的湖边, 拿着一把旧吉他练习自己喜欢的曲子。 他的琴声时而婉转,时而激昂, 虽然偶尔也会有错音,但每一声都是他的心声。 时间一天天过去,李明的音乐技巧渐渐进步。 他开始在村子里的小聚会上演奏。 每当他的手指在琴弦上跳动时, 所有人都会静静聆听, 仿佛被他的音乐带到了另一个世界。 然而,梦想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。 一天,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摧毁了李明的吉他。 这把陪伴了他多年的乐器突然变得残缺不全。 李明感到无比的失落。 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该继续追逐这个看似遥不可及的梦想。 就在李明最失落的时候,一位老人走到了他身边。 这位老人是一位曾经游历过世界的音乐家。 他早已看出李明对音乐的热爱。 老人递给他一把崭新的吉他,说道, 年轻人,乐器可以被摧毁,但你心中的音乐永远不会。 只要你坚持下去,终有一天,你的音乐会响彻世界。 李明感激地接过吉他,重新燃起了希望。 他告诉自己,无论遇到什么困难,他都要继续前行。 几年后,李明的音乐不仅在村子里广为流传, 甚至传到了远方的城市。 他开始在各种音乐会上表演,获得了无数掌声和认可。 而他的家乡也因为他而变得文明。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,梦想的力量在于坚持。 不论道路多么艰难,只要心中有信念, 终将有实现梦想的一天。